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好像沒有試過用這個距離去跟大家拍片 希望畫面好像沒有那麼壓迫 也比較像跟大家分享聊天的感覺 我以前拍過一條關於雜魂的影片 但那條影片我自己收了 很多人都說那間東西是垃圾 但我用了這間垃圾已經兩三年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包容性高 還是我幸好遇不到一些壞的事在我身上 我對這件事其實也挺緊緊於壞的 所以我就再試多了兩間不同的集運 今天這條影片所說的所有集運 整條影片都沒有任何的贊助 也沒有任何的試用 完全沒有任何好處的成分出現 所有的資訊資料和感受都是我自己 試了無數次得出來的結果 所以說完太多的廢話了 我們開始了 我第一家想說的就是在哪裏下跌就要在哪裏起新的 瘋狂集運 沒錯 我現在其實都有繼續用瘋狂集運 它的最大優點就是便宜 雖然加了價錢 加了1元 在我自己用的那個自取站 是頭兩公斤12元人民幣 之後每公斤5元人民幣 便宜是一個優點 第二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不需要入任何的快遞單號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當然我知道上網的人去批評他的一些缺點 例如會說他有什麼事的時候 售後是不應人的 我有嘗試過聯絡他們的客服 他們不是馬上回覆 但是我自己會用盡我任何找到他們的方法 例如我會在淘寶的客服找他們 或者是他們會有WhatsApp號碼 我也是會WhatsApp他們的 他們都會每幾個小時回覆我一次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最近發貨速度是比較飄忽的 有時候依然是做到今天發明日到 有時候是會今天發但是後幾天才到 有時候甚至我付了錢之後 他們一直都不收貨去發出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瘋狂雜運的話 你就不要有什麼急件 一定要這幾天內收到那一隻 就不要找他們了 但是如果你說東西又不是急用啊 我覺得它這麼便宜 又沒有不用它的理由啊 那麼久以來我經歷過這麼多次的雙十一雙十二 任何的大節日 它從來都沒有不見過我任何一件貨一件件的 最多是收得慢一點的 所以我也是會繼續用瘋狂雜運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原本是缺點 但是上個星期開始已經沒有了的缺點 就是一個App 因為現在很多的雜運 他們都會用App去操作 而不是網頁去操作 之前瘋狂雜運是沒有App的 但是上兩個星期左右 我就發現它已經做了 而且我已經試了是work的 順暢的 貨已經收到的了 所以整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沒有App這件事就已經解決了 好了 第二間 第二間想說的就是Buy Up 為什麼我會選Buy Up去試呢 是因為長洲 長洲這個地方真的不是每間間雜運都運進去的 它在長洲的自取站第一公斤是人民幣11元 然後每公斤是6元 你說長洲也是這個價錢 那市區不是很便宜嗎? 其實不是 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反而住在長洲的居民 用Buy Up這個雜運是非常非常之划算的 其次我選Buy Up是因為在長洲這個自取站 它可以放一些超大型的貨物 我那些櫃子、衣架、梳妝桌子、椅子等 任何東西都是寄到長洲那裡 它都不會說要收額外的錢 而且它依然這麼大件 都會有三天的免費存貨日的 然後最神奇的東西 它都會做到今天發明日到 長洲都做到 所以我覺得市區應該真的沒問題 而且一切都是用到App去操作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方便的 但是你說缺點這件事 就是它跟瘋狂雜運不同 而且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瘋狂雜運? 就是用Buy Up是要自己入單號的 例如我上次買了三個櫃桶 然後淘寶寄的時候就給了我一個快遞編號 那我就很理所當然把這個快遞編號 進入Buy Up的App那裡 那件貨就很順利地送了一個去我手上 但我發現那三個櫃只來了一個 原來那間店舖是把那三個季分了三個包裹去寄 所以其實包裹號是有三個 而我不知道 因為那間店舖是沒有跟我說 然後Buy Up這間公司 它是根據我入的單號進去 而去寄出貨 它是不會把一些已經收了 明明是你的了 但是你不入單 它是永遠都不會寄出的 所以那一次我是搞了很久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以為它們不見了那件貨 原來是我自己沒有進入號碼 但是如果你說方便到快遲到 如果你的份件是有些廣告的話 要在兩天內收到 那我覺得就不會用瘋狂的集運了 我就會用Buy Up或者之後介紹的一間 好 那來到第三間 對了 第三間的集運就是新世代 那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集運 為什麼會選它呢 就是因為在我家附近是有自取集的 在我家那裡 首重是10元人民幣一公斤 然後逐重是5元人民幣一公斤 所以它的收費是今天算中間的 一樣它也是用APP去操作的 也都是很簡易明白 我發現現在的集運APP是超簡單的 一樣都是要去認領貨 入一個運單號碼 然後等貨到了 之後就合併貨物 所以它一樣是會有你知道賣家發了多少個包裹 然後要入多少個號碼 這個問題是一樣會發生的 那以新世代來說呢 我用過的次數就不是很多的 大約是4至5次左右 那它也是做到今天發明日的 好像沒試過遲過明天 但是我覺得就算加多一天也不是很過份的 那我用這間集運有沒有遇過任何問題呢 有一次的 是因為貨物早上已經見到簽收了 但是我到了下午的三四點 它都還未去入倉庫 那問題在哪裏呢 如果我那一天只欠這件貨物 我就打算合併寄來香港 但是它三四點都未添收的話 我說不及在它節單時間那裏給錢合併 那它明天就寄不到些東西過來 那我在兩點半的時候 發問它 它是四點才回覆我 然後回覆了一個幾費的答案就是 今天簽收的遲些再查 現在還在上倉庫 那就是回覆了等於沒有回覆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每間集運的客服呢 態度啦 然後回覆你的速度呢 都不是差很多而已 那我最近用過的三間集運呢 都跟大家分享完畢了 那如果你問我怎麼決定 今次用哪一間集運的話呢 我就會想 究竟貨物在哪裡拿的 如果我在公司附近拿的話呢 或者一些很不趕又不是很重的東西呢 我就會寄《瘋狂集運》 那當然啦 如果我要一些東西寄入長洲 是長洲用的話 那我就會用Buy-up 那如果一件貨物我又不是在長洲拿 有少少重啦 或者有少少港的話呢 那我就會用新世代寄去我家附近的自取站 你說這麼久以來 雖然我知道瘋狂集運 是在Facebook有一個群組是專門踩它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除了它慢了一點 要等久一點 之外 或者你要吹一下它之外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缺點 而且也不是常發生的 我記得了幾百次 我想發生的情況 五次左右 真的要吹到爆的話 那所以就真的自己去決定了 我今天就給了一點點提示 你們去選哪些的集運 那希望今天這條影片 又可以給大家一些有用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和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三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星期間 一塊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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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